这里是巴西最大的贫民窟 位于里约热内卢市中心的罗西尼亚 居住着当地五分之一的贫民 当你步入其中 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扑面而来的各种气味 烤肉 炸薯条 混合着高温发酵后的污水味 有时还会飘着阵阵大麻的味道 这里治安混乱 谋杀率居高不下 时不时就会上演一场激烈的枪战片 与此同时 这里居民友善 偷盗很少 不仅有令富人们趋之若鹜的热乌酒吧 还有为爱美人士服务的移动美容沙龙 因此 别看这里是个贫民窟 想搬来居住的人却很多 不过 却并不是人人都有机会的 里约热内卢 巴西曾经的首都 是该国乃至南美的重要武户 作为全球著名的旅游圣地 素有狂欢节之都美誉的里约 一直以美轮美奂的山水风光 和多姿多彩的文化生活而扬领世界 然而在他热情奔放的繁华外表之下 却暗藏着许多因贫富悬殊而催生的阴暗之面 巴西的各个贫民窟 淋漓尽致地展现了这样的一面 他们通常建在位置陡峭 几乎无法进入的山坡上 是许多移民者和奴隶后裔的家园 位于市中心的罗西尼亚贫民窟 与富人们的社区咫尺相邻 据猜测 仅罗西尼亚当地就有20万人住在这里 但没人知道确切人数 很多在市中心上班的面包师 服务员 各行各业的打工者都想住进这里 这样他们每天就不用从郊区 到三四趟公交车才能上班 虽然它是巴西最大的贫民窟 却并非欢迎所有人加入 尤其是未经许可的拍摄者 随时会有生命威胁 不过这里虽然帮派肆虐 武装社团和居民们 却保持着一种井水不犯河水的状态 作为乌母街上的老居民 搬运工阿道托从来都深暗一个信条 专注做好手里的事 牧师前方绝不惹事 为了深入探访罗西尼亚贫民窟 记者马蒂亚斯通过当地人瓦格纳和马赛洛的引进 被获准带摄像机进入 他住进了瓦格纳母亲出租的单间公寓 这里位于贫民窟最热闹的区域 房间内还配有独立浴室 这让马蒂亚斯非常满意 罗西尼亚曾发生过多次暴力枪击事件 还有些人死于警方因维护秩序而发生的误杀 瓦格纳表示 在这里生活要学会活在当下 并习惯死亡的发生 因为没有人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会先来 夜幕降临后 马蒂亚斯跟着两个朋友的脚步 来到了阿皮亚大道上的派对区 这里的时尚酒吧 吸引着来自里约各区的妇人们 几分钟后 马赛罗和妻子阿德里 便陷入了热舞之中 而在他们身边几米外 就是武装社团的据点 阿德里表示 市中心要比当地有名的 科帕卡巴纳海滩安全得多 因为它从未在罗西尼亚 遭遇过侵犯或抢劫 在外界眼中 很难理解这些居民是如何做到 在危机四伏的街道上安心起舞的 但在马赛罗眼中 贫民窟里99.9%的人 都是好人 他们努力工作 对抗着艰难的生活 反而是当局的警察 在这里射击的人最多 今天 马蒂亚斯来到一个刚结束派对的俱乐部 这里也是当地人睡觉的一处理想场所 马蒂亚斯在这里的吊床上 渡过了安静的一夜 清晨时 他走出街道 看到半个街区的人都在祈祷 他们的前程 让他印象深刻 罗西尼亚是一座城中之城 大部分都是随地乱建的非法建筑 有时 三到四个家庭会住在同一个屋檐下 贫民窟社区不远处的绿丛眼印间 是里约热内卢的富人豪宅区 那里的人们拥有巨大的购买力 这也凸显了巴西目前严重的贫富差距 四分之一的家庭都生活在极端贫困中 每人的月生活费不到130黑奥 而隔壁的富人区 许多人都是百万富翁 从死亡率来看 罗西尼亚居民平均寿命为52岁 而富人区的居民平均寿命为75岁 通过不断努力 阿道托一家的生活逐渐向好 现在已经准备从很远的山下搬到主干道上 他19岁来到罗西尼亚 一路奋斗成为贫民窟中一个运输公司的老板 他每天都要搬运着十几件行李来回奔走约50公里 现在已经赚到了一栋小房子和一家小商店 出租了三间公寓 每月收入约4200黑奥 几乎是罗西尼亚人均工资的三倍 他的妻子乔西娜经营着一家移动美容院 贫民窟的女人们尤其钟爱做头发和指甲 对于这种美丽的生物们来说 在任何环境下 打扮永远刻不容缓 每个月初 比安卡费雷拉都会准时去领取 每月600黑奥的社会福利金 作为一个单亲妈妈 她有一儿一女要养货 但如今的物价越来越高 这些钱只能勉强维持到月中 他和儿子若昂米格尔 及女儿玛利亚爱德华 住在一个15平方米的公寓里 这里虽然不大 却有厨房 浴室 卧室和儿童房 为了省钱 他们很少吃肉 因为每月福利金的一半 都会花在房租上 有时比安卡会做一些保洁员的工作 赚取额外收入 一户人家能赚五到十黑奥 即便生活如此拮据 比安卡还是会努力供孩子们上学 万幸的是 学校能供应一顿免费午餐 每天 校车都会经过礼约最富裕的街区 富人家的孩子会上昂贵的私立学校 贫民窟的孩子会上公立学校 因为资金不足 缺少电视 电脑和各种器材 教职工的工资很低 贫民窟学生的教育水平也非常差 这也注定了他们只能成为社会金字塔底层的劳动力 种种不公平的待遇加剧了社会矛盾 也助长了各种帮派势力的不断壮大 其中以红色突击队和第三突击队最为活跃 今天 马蒂亚斯来到巴西里约北部的另一个品名窟 暗访一名社团成员 22岁的卡洛斯是里约最大的帮派 红色突击队的成员 目前负责罗西尼亚 他15岁时加入帮派 担任侦察兵使 只是能赚钱养活自己的单亲妈妈和弟弟 那是他们连饭都吃不上 他们的一天从早上五点的丁烧开始 如果街上有警察的迹象 两方很可能会发生冲突 他们的上班时间和普通人相同 从早上七点到晚上七点 表现良好还会得到老板的青睐 他总是会及时出现在员工身边 为居民采购药品和物资 但媒体从不报道他们对居民们的这些帮助 只会报道暴力事件 过去的两年里 在阿莱芒综合区 雅卡雷奇尼奥和维拉克鲁塞罗三个不同的贫民窟中 发生了残酷的警察清扫行动 造成多人死亡 外界总是称他们为罪犯 卡洛斯举了个例子 他说如果你去里约著名的海滩 会发现小偷无处不在 但在贫民窟 只有疯子才敢偷东西 卡洛斯从来没有杀过一个人 虽然有的同事会这么做 但他祈祷自己永远不会这么做 今天 贫民窟的孩子们来到海滩上学习冲浪板 每周他们都会有几次免费课程 资金来自非政府组织和慈善人士的捐款 教练李卡多从1989年起 就开始给贫民窟的孩子们上课 他在十几岁时曾是个皮孩子 常和警察发生冲突惹了很多麻烦 后来是冲浪让他学会专注 并收获了大海的无限力量 他希望冲浪也能给贫民窟的孩子们 提供一个有意义的宣泄出口 当他们跳进大海时 能把日常生活和烦恼留在陆地上 感受充满无限的自由感 此刻 在罗西尼亚最偏远的角落 一场教堂礼拜正向全世界直播 记者马蒂亚斯在阿道托的邀请下 准备前往教堂 在此之前 他提心吊胆地接受了七八个手持枪械的武装人员的检查 令人诧异的是 在距离他们不到五米的小巷子里 孩子们正若无其事地玩着球 今天阿道托和妻子乔西娜 及他们中的两个孩子来到教堂 每个人都诉说着自己被福音自由教会拯救的故事 他们的前程让马蒂亚斯深受震动 现在这种福音派基督教正在巴西各地迅速发展 也许有一天会撼动天主教的地位 成为该国最大的教派 每天晚上 比安卡的一居室公寓就会变成全家人的卧室 这种忘不到头的贫穷日子 有时会让他无比绝望 但孩子们时常会对他说 他们长大后一定会好好工作 给他买房子 让他早点退休 孩子们的乐观让比安卡不断生起 与生活战斗的勇气 一家人就这样 抱团取暖 面对着残酷 却又似乎暗藏希望的明天 在罗西尼亚贫民窟的最后一夜 马蒂亚斯参加了一个居民们的小型派对 人们在音乐中自由起舞 试图摆脱笼罩在心底的那层不安的阴影 得到一些释放与力量 这几天的短暂深入 让马蒂亚斯切身感受到了 贫民窟人们的伤痛与挣扎 即便生活暗淡无光 他们却依然选择了互相尊重 维持着生活的尊严与信仰 愿每一个用力生活的人 都能被世界温柔以待 这里是记录 真实记录世界每一个角落 感谢关注